其莊嚴的隊伍一路從船燈樓 綿延至佛光山的雲居樓 這座白色拱圓形的陶鋼 裡頭就是星雲法師的法體 星雲慈士想騎受97歲 遵照他生前所交代 才坐鋼方式原籍 身後是一切從檢 人老了就是會器官衰竭 器官衰竭就是在這種睡夢當中 這樣子離開人間 星雲法師最近一次住院 在農曆年前 因為血壓不穩定 也飽受糖尿病纏身多年 但他看得很開 說這不是生病 是比較不方便 星雲大師說 我沒有病 我只是叫做不方便而已 可能一下子呼吸 喘不過來 那叫做不方便而已 生前難得受訪的星雲法師 也曾接受過TVBS 看板人物主持人方念華的專訪 曝光他的辦公室 我的座位在這裡 我的辦公室 我的會客車 沒有專屬辦公室 沒有櫥櫃 會客 用餐 讀經 寫毛筆字 都在同一張會議桌 星雲法師生活樸實簡單 他天天練字 練出殖民的一筆字 下筆得一筆完成 也是因為他罹患糖尿病 眼睛幾乎看不見 年紀大了 他不占用社會資源 這些年醫療支出都自費住院 那麼住人當中欠你嗎 不怕路途遙約 照著我們的目標往前進 97歲原籍的星雲法師 年輕時用哥哥的身份證來台 一度讓外界誤以為他是102歲 他看淡生死 2013年就公開遺囑 他真誠的告白 向大家告假 沒有個人物質的分配 沒有設立子 最掛念的是信徒的幸福安樂 私人遺遠典型再塑習 TVBS新聞 艾昭賢林一邦林又璇 高雄報導 珍珠好事 可說好話 幸存好念 讓我這個神可以啊 1998年4月 星雲大師在公迎佛牙設立 來台祈福的法會上 發起三好運動 推動走入校園 家庭 社會 做好事 說好話 存好心 這句三好口號成為經典 就有一個人也不認識 他怎麼忽然跟我講 他說小朋友 你要做火傷嗎 我是 沒有想到要做火傷 不要做火傷 七七事變發生時 江蘇人的星雲剛滿10歲 童年12月 他扛著兩條棉被加入逃亡行列 12歲的時候 跟隨母親到南京 找尋因為戰爭而失蹤的父親 到了七峽山 看見一組軍隊正在操演 一時好奇 駐足看了好久 突然身邊出現之客 鳴光法師 問他要不要出家 本來只是想打發掉 結果沒想到對方又派人來問了一次 我就是要想叫他別嚕說了 我就隨便說個藥了 我不可可悔 我四處的藥啊 就是這麼一個藥 永不退票 新元大師見到師父的那一刻 覺得他慈眉善目 隔天也就是1938年2月1號 新元大師正式剃度出家 他跨越宗教繁禮 與已故天主教書記 善國席交情深厚 有四五十年的情誼 善國席2012年離世 新元悼念時曾說 下輩子新元大師還是要當和尚 善國席還是要當書記主教 還要當好朋友 無依緣秀 四十七 最要念 人之情不義 新元剛來台時處境極不順遂 他不會講閩南語 難以融入新環境 極度遭遇季寒交迫 無處可住 第一個讓他掛單的中立元光寺 管理人員吳宏林 即是吳伯雄父親 仲下雙方此後深厚情緣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星雲法師醫生弘揚人間佛法 不只在台灣創辦南華跟佛光大學 種子普散天下 法水長流還語 海外還創辦的包括美國西來 澳洲南天寺及菲律賓光明等大學 在全球創辦16所佛教學院 27所美術館 50多所中華學校 而創建的寺院更多達300多所 星雲法師 紅髮不教不只靠機緣 為了揭引愛好音樂的青年 大師組成了佛教青年歌詠隊 為了紅髮 他首創吟唱佛經 1957年 星雲法師還首創灌錄佛教唱片 音樂紅髮再組佛光合唱團 並更首度將佛樂帶入國家殿堂 享譽國祭 völlig積得太過 daha趣 Monthシ家 location 文化紅髮 他則指導兼修佛光大藏經 佛光大詞典 也成立了佛光出版社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还创立佛光卫星电视台 也就是后来的人间卫视 以及创办人间福报 而这也是第一份由佛教界发行的日报 后来再建立佛头纪念馆 则是他因应社会趋势 看准了观光需求 让佛教与观光结合 更亲民贴近一般大众 人间福报前社长福之音 曾形容行云法师不止活用市场区隔原理 也善于培养消费习惯 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创办人高希君 也这样形容行云法师 说他是佛教界蓝海策略的先行者 他将出世的佛教转化更贴近普罗大众 成为人间佛教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有些迷惑的时候 也常常向大师请你 高雄市长陈其迈前往佛光山 悼念行云法师哽咽的语气 透露出他沉痛的心情 幸云法师与许多政治人物都有交情 他也不避讳公开自己是国民党员的身份 我要做了71年的 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说是国民党员 但幸云法师对蓝绿政治人物从无偏袒 在他眼中通通都是佛菩萨 天英文更是我们马祖婆 你是国师赢 他是马祖婆 马祖婆是国营的弟子 宗教地位崇高 但提倡人兼佛教的星云法师 也从不避讳世俗烟火器 每逢选举佛光山就成了政治打卡热点 不只韩国瑜还有郭台铭 历任总统包括马英九还有陈水扁 都曾到佛光山向法师请议 以及和星云交情深厚的吴伯雄跟王金平 甚至还登陆拜会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前任主席胡锦涛 也因此他被冠上了政治和尚的帽子 早年他还自觉委屈 但后来获达已对 也认为这个称呼是表示我很有力量 外界说他爱参与政治事 弟子说他是关心社会事 他的风范一直是台湾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新闻法师连生死都看淡 蓝绿争夺 不过是政治虚民 在他眼中又何须计较 大家欢喜就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这辆BNW电动车行进大直名水路 车处恐怕没想到沿路被人跟拍 魁威好几个月 首都被正面直击 模样曝光 原来车处是他 魁某新春市玩物是更新 哈喽大家好 我是XPL请向代言人林志颖 布隆男神林志颖历经车祸毁容之后 两个礼拜前才拍影片和粉丝拜年 当时就看得出来恢复情况良好 这次他又开着电动车出门 来到台北市这间咖啡厅和朋友一起用餐 林志颖当时和朋友来到大直这间咖啡厅用餐 不过他却把自己的电动车 停在这个货车停车阁里面 还因此吃上罚单 原来咖啡厅前的这个停车阁 是货车卸专用 旁边就有告示牌说明规则 周一到周六 早上十点到晚间八点 每次30元可以停20分钟 不过时段外就能开放给一般车辆停放 但林志颖的车当时是在下午时停车 并非开放时段才会吃上600到1200罚单 经纪公司也通过文字声明回应 说林志颖体重已经恢复七成多 是57公斤 但每周还是需要附件两次 希望今年就能回到工作岗位 至于罚单部分 没注意到是货车格非常抱歉 但去年7月 他在开着特斯拉电动车和儿子发生严重车祸事故 差点毁容 术后体重却一度暴跌到50公斤 让粉丝好心疼 如今被募集开另一辆要价188万的B&W电动车出门 似乎没有对电动车产生阴影 也能正常开车上路 复原状况还算不错 黑色保湿街防跑车紧贴在白色轿车后面开出停车场 接着一路离开 金方调阅监视器画面 原本是要抓偷车贼 但是意外发现其中有猫腻 原来这一名车主111年9月报案 表示自己在旅馆住宿时 停在停车场的防跑车被偷了 但是他足足隔了13天才去报案 而且报案3天后 立刻申请保险理赔277万元 保险公司请警方调查 发现是一名戴余夫帽 口罩和帽T的男子把车开走 清查身份 偷车贼竟然就是车主的好朋友 警方收入调查 这辆防跑车被一路开到高雄 再转往屏东东港 开了420公里远 藏在一间车行里 偷车的男子自称是车主欠钱 才把车子开走 但车主却用失窃报案 炸领保险金 两个人的谎言立刻被拆穿 是这样360万的保时捷防跑车 在东港被开上脱掉车 准备运回基隆 爱车找到了 车主却笑不出来 因为他触犯诈欺 窃盗未造文书 和朋友两个人都被依法移送地检署争办 TVB的新闻刘新葵 基隆采访报道 这几位都是张化县警局的警官 中间这位还是农历过年前 国立1月16号才来报道的 张化县警局新局长张国雄 上任以来已经发生多起死亡车祸 尤其2月1号到3号短短三天 张化县就发生了四起死亡车祸 2月1号26岁女骑士跟轿车发生车祸身亡 留下三名幼童 当天在方院乡也发生了一起 机车跟轿车碰撞事故 也是骑士伤众不治 2月3号晚上深港一名男子 骑车酒驾自撞死亡 一个小时后在河美镇 一名12岁男童过马路时遭轿车撞上 送医后抢救人不治 其中在深港发生了骑士酒驾自撞 当时他骑车经过朋友家 还跟朋友擦身而过 没想到同路疏途 觉得路段设置安全性可能还要再加强 一些反光的雕示 但不止这三天 道安资讯网统计资料显示 张化县从2019到2021年车祸死亡人数达627人 16度之外全国死亡人数最高的 甚至比台北市近三年累计交通死亡363人还要多 警方分析民国111年的死亡车祸发生原因 在吴浩志路口的占了57% 另外闯红灯超速还有疲劳驾驶自撞也都是主因 张化警局展开取缔交通违规大执法 只是地方上也出现了这声音 爱狼马爱行 不止远警加强取缔 提升路口见警率 警局长更顺应民意 率队进宫庙为民祈福 TVBS新闻 陈志忠宏 采文彰化采访报道 撞进瞬间10岁女童谈飞 阿嬷连人带车撞进转角民宅 另一个角度 热心一销刚好开车 跟在阿嬷和女童后方目睹车祸发生 快要到路口的时候 左边一辆黑色机车直接拦腰撞上 阿嬷还有女童 生活是没有耗制的 对 然后因为我刚好 我本身是新北的异校 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先停下来 帮她确定伤势 然后帮她叫救护车 10岁女童被送上救护车 脚骨折意识清楚 她的阿嬷多出外伤 意识模糊 送以抢救 19岁的男骑士 则是左肩骨折 车货现场就在台中 屋制公园路环 可惜路口 转角民宅玻璃大门 整个被撞进屋内 两车相撞又冲撞民宅 当时65岁的杨姓阿嬷 载着10岁的孙女 要出门买东西 结果在路口遭到19岁 张姓男骑士撞上 她应该是没有转速 速度还蛮快的 环和西路上面有一个 倒三角形的让路标线 绒绒驾驶都没有久 警方补充张姓男骑士 行驶的环和西路 地上有倒三角的让路标志 和标线 依规定要停等 确定左右 无来车才能通过 详细噪音还要厘清 不过少了一个动作 让阿嬷孙女双双送进医院 听音频集团张子铭 将军验鲁卫星台中报道 淡眼镜的男子 才刚踏出图书馆大门 没想到后头的黑衣男 突然一记左勾拳 被害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整个人飞出去摔下楼梯 消失在镜头内 攻击事件发生在 新北势力图书馆永和分馆 平常有不少年长者和学生 都会来这里 动手的赖姓嫌犯 不认识被害人 声称不满对方 在图书馆内抠脚才会打人 被打的神性男子脑震荡 连不换口腔 有超过10公分的开放性伤口 嫌犯时候辩称 只是打对方巴掌 不至于脑震荡 被害人的伤势 是下楼梯跌倒造成 法官不采信 以伤害罪判刑两个月 抠脚的话 就只能换个位置 因为老实说 你也不能赶他走 确实不太礼貌 而且不太卫生 公共空间请那个管员来处理 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抠脚然后万一他手去摸书的话 那可能其他人 我可能也会摸到这样子 我就会觉得不好这样子 图书馆没明文规定 禁止抠脚 但这举动确实让民众感到不舒服 以这间图书馆来说 禁止糖卧吸烟饮食站位 等影响其他人阅读的行为 除非是患有法定传染病 酒醉等才能拒绝入管 同时拿两份报纸啊 或者是说占用 占用空间的 占用位置之类的 这样子一些小事情 证断比较多啦 对对对 那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都是口头指 为利息的口头指跟劝 只因为不满扣脚 就把人打到脑震荡 犯后态度还狡辩 没害被害人和解 不想被关可亦克罚金 这一拳的代价六万块 第一部线望机轮警局局 新北市报道 大半夜进程车行驶在路上 不过驾驶载着客人 没有要送回家 而是急着把人载往派出所 因为车上的乘客喝得烂醉 连话都说不清楚 只好请警察帮忙 温奖直到罪客嗆瞎才经觉自己在意到台北市大安分局的警察 六号凌晨一点多 这名大安分局交通分队马姓小队长休假跑去聚餐喝酒 上了计程车 却连目的地都不说被驾驶载到派出所 要收一百块车资 但小队长硬是要塞三千块 双方僵持不下派出所远警出面协调 小队长竟然用不雅自言呛远警 还动手推对方 被以妨害公务及妨害名誉送办 讯后无保请回 这次的台湾灯会办在台北 因此台北市有不少警力部署 不过却传出大安分局警纪出包 由小队长到中和的辖区喝酒 还到派出所闹事 台湾灯会在台北举办 台北市警局部署七百人 大安分局有将近百人负责 各辖区远警认真站纲 尤其元宵节当天连总统都到场 每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 只是同事忙翻了 这名小队长却排休假还喝酒出状况 行经行人穿越到 有行人遇穿越时 可停等优先 离让行人先行通过 其日才上电视宣导离让行人 这回自己被上号移送 短短两个月内台北市警纪连环报 光是大安分局先是有援警 只有后被指控出言不妥 这次又是闹到其他警察局 局长上任才说封继零容忍 看来这话也没听进去 最续新闻参与台北采访报道 树层楼高的公寓有如紫扎 一溪崩塌 住户根本来不及逃 土耳其周一清晨4点17分 发生规模7点8强震 镇阳位于土耳其南部 靠近叙利亚边境 约45公里的加济安太普 251颗原子弹 释放出来的能量 是921地震的5倍 镜头录下恐怖瞬间 主阵11分钟后 土耳其中部又发生规模 6.7的浅层地震 短短两小时内 至少42次的强烈余震 死伤人数不断攀升 民众才要冲上前 拉出受痛瓦力堆下的人 突然又来一次余震 让已经破碎的房子 犹如雪崩翻坍塌 还有人冒险爬上了 已经坍塌的房屋 奥力敲开已经变形的门窗 抢救受困民众 救难人员趴在狭小空间 对着受困瓦力下的民众喊话 地震的威力 天亮后看得更清楚 八层高的大楼 中间被震出一个大洞 大量伤者被送到医院 救难人员在变形的大楼 风寻凶者 土耳其上次规模 7.8强症是发生在1939年 土耳其至少十个省因为强症沦为灾区 目前已经进入国家第四级警戒 向国际间寻求援助 TVBS新闻 最后报道 倒塌的房屋有如碎裂的千层蛋糕 这地点是在叙利亚西北部小村庄 还有车子整辆被压扁 搜救人员从寡历堆中紧紧爆出一名浴血小女孩 这次土耳其发生强症 因为临近叙利亚的边界 所以这里也相当有感 不只叙利亚北部阿勒坡 包括塞浦勒斯 黎巴嫩和以色列 土耳其周边国家都能感受到强烈晃动 意大利甚至还发布海啸警报 土耳其这次强症 灾情惨重 死伤人数持续攀升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 这次的地震是土耳其百年来发生最强地震 而且专家指出震源地就在断层带上 土耳其其实是地震大国 拥有丰富救灾经验 只是在强震过后 全国立刻进入第四级最高警戒 而且还对外寻求援助 北半球的低温让地震后流离失所的土耳其民众 恐怕只能无处在户外过夜 我国外交部已经宣布将提供20万美元的救援资金 国际救援正持续涌入土耳其 新闻综合报道 平正 然后他真是怎么捏都捏不碎 外带过烧一面里头蛋黄异常Q弹 捏一下会瞬间弹开 网友笑说是调皮捣蛋 但买到的客人担心应该不会这是传说中的假蛋 真实的蛋的话他不会像这样子说什么捏不碎 我会觉得是制成的问题 会怀疑不是没来由因为买到的人说吃起来口感怪又没蛋味 而过去大陆曾出现人造蛋 由碳酸钙淀粉明胶和色素合成 专家认为这是曾经很夯的冷冻蛋 这个蛋已经过冷冻过 蛋放在冷冻库里面的话 它那个蛋壳的话就会被那个里面的蛋把它冲破掉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保持一个完整 这维生物有可能会在我们后面在解冻 或者是在利用的时候它随着这个蛋液进入到食物里面去 民众自己也把蛋拿去冷冻 煮完发现手感有效但不至于捏不碎 其实就在卖冷冻蛋国内没违法 只是有一票人对Q蛋黄趋之若鹜 当然还有不少是因为蛋变贵 所以大量采购囤起来 因为急速冷冻能延长保存期限 那个基隆都蛋都先冰起来 像有时候我们出来的蛋也都是因为有经过冰过一阵子 帕英蛋黄蛋价又调涨 比起现在卖场卖的蛋又限购了 美人美卡限购两盒 但蛋价不见调涨 蛋机产业团体说是农委会在档 农委会新闻稿指出强调调度各销售通路 不会只针对特定超市系统 基隆蛋伤苦但弹若变贵买不到婆妈会更苦 也难怪会有冻蛋保鲜 未必喜欢却是迫不得已 TVB新闻程序吴轩同台北报道 到了下午三点忍不住跑到茶水间喝杯茶提提神 毕竟上完周六补班日才休息一天 周一又回到公司报到 想到下周又要再来一遍七休一 陈先生头都痛了 虽然说是放十天啊 但对我个人而言其实是放八天和七天 因为你一下子回来你要连上六天 其实对你的身体啊心态啊都是蛮大的负担 好像没有休到假的感觉吧 下周又点面对一次228连假前的补班 一个月来两次也引发不少网友抱怨 上六休一真的都没屌 也有基层老师反应连上六天学生的学习效果不好 反被前桃园系员王浩宇转贴 说以前都周休一日不是吗 那个时候本来是放假的 是为什么还要去上学啊 会议是平常都是大家开会的时候才有使用 但是你到了这个礼拜六补班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暂时的投影中心 不只小朋友不爱 家长也很无奈 因为有些补班日卡到寒假 小孩就得硬着头皮带着上班 只是这弹性补班到底从何而来 用补上班让假期调农后 春节的假期可以连续 人事行政总处依据政府机关调整 上班日期处理要点 在放假纪念日或节日 遇到星期二或星期四就一律调整放假 小年夜也调成假日 没有特殊状况的话 前一个周六弹性补上班 希望让民众充分休息 也能促进观光效益 只是没想到这样的美意 现在成了民众的负担 我们会在今年检讨明年办公日立表的时候 我们会一并来作为日后研修的一个参考的意见 说还在搜集民意 接下来会做滚动式检讨 对上班族而言 虽然放长假好 但回来面对大量的补班 恐怕心情都不会太好 TVB的新闻 张家宝 韦佳琪 台北采访报道